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这个BB霜并不是它很考虑 只是因为我懒得买 而且我就是那种 跟刷子跟海绵都没有的人 用的是眼线胶 画了眼线跟没画眼线区别大马 画了没画 今天才发现 我的睫毛膏也用完了 不好意思就让你们看了一个 很粗糙的妆 今天的逛节目就是 要买靴子 买冬天的衣服 是不是啊 对 外看的 今天我们去买鞋子 在咖啡馆等人 不知道今天会有很多时间在外面 所以我就带了一本书来看 江江自作民宿的视频之后 就很多人在下面跟我说 请坐一下小富人 然后我想说好疤 然后我想说好疤 不出意外的话 下期民宿视频应该是小富人 如果没有被其他民宿截呼的话 给你们看一下混乱的书桌 欢迎走入明珠背后的生产线 你们猜一下我现在在看几个版本的小富人 弹幕一二三走起 一个两个三个 正确答案是 这个桌上现在是有三个版本的小富人 这边第一个就是中文版的小富人 然后这个是一铃出版社的 还跟我上下两侧 你看我前两个都在看它 它里面是中文的 拳击 然后这个呢 是英国的 Asporn Illustrated Classics 它里面有很多少女系的那些名著 我这一篇小富人是她的英文身兼版 因为它是给青少年看的 所以呢 语言比较简洁 然后第三个版就是 我在APP上看的它的美国原版 我本来是有一个它的美国原版的本书的 但是被我搬家的时候弄丢了 所以我就直接在APP上看 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薄荷阅读这个APP 反正里面有非常多的原版书 还有英语名著什么的 安利给学英文的人 真的觉得非常有用 还一直蛮多人问我 新手小白就是怎么来吃透原版英文名著 觉得很难啃啊 英语不是很好 可是也想试着看名著到底该怎么读 那我觉得这个道理 就跟新手健身差不多 那比方说你从来不健身 但是你突然去英读房 就是要乳个什么 30K帖啦 40K帖 直接肯定是你上来就把自己干死 所以同样就看名著 我觉得也是一样的道理 一定是要循序建计 循序建计 如果你想要学怎么来吃透一本原版书 或者是名著的话 我觉得第一步呢 你就是要先看我的名著视频 我这个不是黄婆卖瓜 我跟你说 因为我会从很多不同的角度 去来写这个名著的脚本 先把一本很难的名著 以非常通俗运动的方式 给retel出来 确保就是不看名著的人 他也可以看得很开心 这是一个普通读者去看一个好故事的点 第二个点就是 我也想要是半个英老师 从我一个老师的角度去看这个名著里面 最值得被记住的词 或者说最经典的剧 我把它挑出来 然后放在这个视频里面 确保呢 如果你不想看的时候 带你看我这本 至少知道它的最精华点在哪边 所以我的名著里面是有非常多巧思的 这就是为什么第一步 你要把我的名著视频给看完 第二步你就是要去找中文版来贩读 因为这个阶段你对我 整个故事视频大概有感觉了 可是你一定要去看文本 就比方说我们之前有讲过 大总版的基督山伯爵 跟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你光听我是听讲的故事 你可能会觉得 这都是心风血雨 然后很激情很精彩的复仇故事 可是你就自己把文本拿过来看 你才会翻开才知道 原来莎士比亚它就是个台本 它就是一个 张三说李四说 它完全是没有一个什么画面和情景的那种继续 它就是台词本那种文体 但是你打开大宗马的基督山伯爵 你就会发现 它就是非常传统的小说 它不仅有意思风貌啊风景啊 人物内心独白啊 有对话啊 就是小说那种载体嘛 但是中文版你贩读就够了 是为了让你大概再知道一下 它这个故事变成文字的感觉是什么 做完这两部的铺垫 第三部你才是要去看英文版 就是拿英文版而且是要精读 精读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做一个详细的阅读计划 不能随便读 今天放到第一页再读两页 然后明天觉得有点难了 先放一放逛天再看 发现还是在读第一页 你永远就是在读第一页 你就读不下去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失败的原因 如果你不会做计划 你可以像我一样找一些类似像 不合阅读的这种APP软件 因为它这种工具 通常它会在初始使用的时候 给你做个词汇量测试 完成你这个测试之后 系统就会根据你的词汇量水平 来推荐合适你的书 你就会知道你的英语段位 适合读什么样类型的东西 通常来讲这种情况 它就会有四个等级 入门级、经典级、近阶级和高级级 就你确定完你的级别跟书之后 系统就会帮你做一个阅读计划 算下来每天大概就十分钟不到的碎片时间 你就可以把这个书给读完 精读阶段最重要的 你做完阅读计划之后 一、你原文一定要自真俱拙 就你每个不懂的词 你又把它弄懂它 就不要掠过 一旦你遇到那些不太会的越过了 越得多了之后的结果就是 你整天就不知道它在说什么 就比方说像简奥斯丁和迪根斯的书 迪根斯他就是爱写比长城还长的句子 而且很爱用男词 如果你就是一个男词、两个男词 不懂就略 到后来你就会发现 你完全不晓得它在讲什么 精读最好其实是要有老师带 如果你实在是没有老师可以带你 你只能自学 那一定就是要有辅助工具 我是比较喜欢自学的那种类型 所以我会自己找好各个版本的书 然后再结合工具来一起学 依实这种软件里面 你有不懂的单词 你直接就可以双吉他 他就可以出示意 就比方说我现在在读小妇人 你有一个什么不懂的单词 比如说像这个词你不是很明白 你就点一下它 它就可以直接出他的示意 然后你就可以综合上下文 一起来阅读 理解起来就更方便一点 就这个功能我超喜欢的 因为非常节省时间 第二个像这种软件的好处就是 我可以用它来做一个背景知识的扩充 方说小妇人它其实是一本 与女性角色为主的书 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强调女孩子 也可以自尊自强自立 在1868年当时出版的那个当下呢 受到很多当时美国的大思想家 就爱陌生的影响 那像薄荷阅读这种课后讲义里面 它直接就会给到很多 这个小说背后的时代 这些背景还有一些资料 这种背景就是 就是对明著阅读 它会有一个很好的知识背书 因为如果你们也是自己喜欢自学的话 尽管是要多用这种软件 帮自己节省时间和提高效率 那如果是自学的话 除了读书之外 然后还要给自己多一点的语言环境 比方说如果我决定要在iPad上 或者是在电子书上看一本书 我就会尽可能去找这个书相关的音频 就像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在我第二天去运动 或跑步有氧的时候 听前一天看过的书复习 或者干脆去听一些我不想看的书 像什么漫威的蜘蛛侠 钢铁侠之类的 语言其实最重要的是听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兴趣 怎么练听力 我今天就先跟大家聊怎么阅读 想看怎么练听力的扣一好吗 总之呢 你想要练阅读的话 就让我今天给你们这个三个步骤先练起来 期待你们来交作业 加油 我们现在是晚上大概快八点了 我刚刚下课了 我刚刚下课了 现在是饿到不行 所以是找了一家日料店 我先拌一下这个水果晚饭 尝一下我最喜欢的土豆色啦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一个日料店里面点一个石包饭 你们在日料店最喜欢吃的菜是什么 我昨天吃的 我认识一下 我记得 lieber 继续 我们今天吃了